古时候 东方人相信神仙 西方人相信上帝 现在上帝没有了 不相信上帝了 不相信宗教了 去年 我发问梵蒂冈 跟教皇见面 他派一个书记主教陶然 给我们讨论一些问题 陶然主教告诉我 根据他们的统计 在全世界 信仰宗教的人数 逐年下降 就是越来越少 他很担忧 如果像这样下去 二三十年之后 宗教可能在这个世界会消失了 这是个大问题 我当时向他报告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独的访问团 特别去访问的 我们做了互动 做了交流 做了两次 一次大概是两三个小时 我们有五六个小时的讨论问题 我就我告诉他 当初摩西 耶稣 穆罕默德 释迦牟尼佛 他们创教 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沉船下来 把他发扬光大 一直到现在 什么原因 教学 啊 释迦牟尼佛 教学四十九年 穆罕默德 教学二十七年 耶稣教学三年 被人看死 摩西教学 我相信也有二十多年 教育重要啊 你看看哪一部经典 你看这些 不都是 神 先知 啊 他们在教导教化众生 不教不信 如果宗教 把这个教育放弃掉了 光搞这些祈祷 这些仪式 现在人相信科学 你这是高明星 他不相信你 啊 所以我就提出宗教 所有宗教都必须回归教育 啊 这些祈祷 可以保留 作为附带的 不是正规的 啊 正规的时候 一定要教 要把人教好 问题才能解决 啊 啊 今年 我又收到 教化的邀请 啊 我们希望把这个 想法看法来推动 啊 把它落实 啊 啊 这个都是 有利于 端正心灵 有利于 化解灾难 啊 帮助这个社会 化解冲突 促进 安定和平 啊 这就 这都说于 光心 方便 满 不愿意 这都是 二 三 二 三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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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